欢迎您收听由飘将为您播讲的《垂调诸天》第三卷第七十三集 胡家 杨家 要不是现在脱不开身 恐怕杨庆莲早已经回到苍茫星之上了 而一旁的赵瑞还在仔细地询问着十九 什么 你说少主根本就没有对你出手 仅仅只是散意出来的能量 就让你生不出反抗之意 是的 当时我正是隐藏了身形 进入到少主的府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少主体内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仅仅是无意识的能量散意 也是在刹那之间摧毁了护城大阵 当时要不是少主及时收回力量 恐怕整座城池都将被抹去 十九郑重地说道 想到那一股力量时还是有些后怕 能够让你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力 这绝对不是杜劫巅峰的实力 绝对是无上仙 甚至在无上仙中也不是垫底 赵瑞之前只是认为少主出手击败了十九 却是没有想到事实却是这个样子 赵瑞自身的实力只是杜劫巅峰 但其家学渊源 见识还是有的 一下子就明误了 这样的力量绝对不是杜劫期 真要是杜劫期 那也足以是逆行伐心的杜劫期 有这样一尊少主存在 对于整个杀生门来说 都是一种依靠 混乱心域之中 杀生门这样的势力 连前一千都排入不进去 排名前一千的势力 都是比杀生门强大 或者是势力中 有着无上仙存留下的底蕴 比如法宝阵法之类的 又或者是拥有着诸多的杜劫巅峰 或者干脆的就是有无上仙坐镇 比起这些势力来说 杀生门的底蕴太强了 杜劫巅峰只有十来位 比起那些排名靠前的势力来说 相差太远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自会亲自去确认 这件事 只有我三人得知 不可外传 杨青年指着这个话题的继续 就算真的确认 这个能够轻而易举 压制十九的人是自己的儿子 杨青年也不准备 将自己的儿子牵扯进入自己的复仇中来 身为一个母亲 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子 健健康康地成长 而不是跟随自己踏入到漩涡 为了自己复仇 胡家的底蕴 杨青年有所了解 明面上只有一尊无上仙存在 但实际上 却足足有着四尊无上仙存在 其中三尊是初期 还有一位 则是无上仙中期的使力 至于杨家 地蕴同样深厚无比 族内无上仙只有两尊 但是两尊都是无上仙中期 更加恐怖的是杨家的底蕴 杨家尽管祖上没有出过超脱镜 但却是出过 无限接近超脱镜的存在 仅仅只差半步 就进入到超脱镜 在超脱镜不出的时间 镇压了整个时代 只是后来 却不知道为何突然没有了丝毫的消息 有人说是成就了超脱镜 不问世事 也有人说突破失败 已经陨落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杨家的强大 祖上出现这样的强者 杨家的地位很高 其族内说不得 就留有当年那一尊新族的手段 是以 哪怕是有着无上仙后期存在的大师家 宗门 也是不愿意与杨家交恶的 杨庆莲自己也知道 想要复仇 机会是有多么的渺小 但是杨庆莲确实不会放弃 不管是为了自己被囚禁的母亲 还是为了替自己出一口恶气 就算是再艰难 凶险 杨庆莲也会去做 可杨庆莲 却不会将自己的儿子牵扯进来 杨家 胡家 就像是两座 镇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 让杨庆莲几乎看不到复仇的希望 如此凶险的事情 又怎么能够将自己的儿子 给牵扯进来呢 杨家的秘境之中 两尊无上仙 正相对而作 品得相名 这一处秘境 乃是杨家的重中之重 非嫡系族人不得入内 何为嫡系 正方所出才是嫡系 当然 也不排除一些述出 时代太过惊艳 魄力被赐予嫡系身份的 当年的杨庆莲 本来也有机会进入 这两位中年人周身流淌着 犹如实质一般的道运 气息恐怖 寻常修士要是见到这两个人 恐怕会生出高山阳者的感叹 看似不过一米八左右 但是寻常修士站在两个人的身前 却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 这两尊无上仙的体型 却是庞大如同星球 两个人的神情 欲然自得 颇是有些清净无为般的感觉 看似没有什么不对劲之处 但是 要是杨庆莲在这里 就会震惊地发现 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杨家的老祖 另一个 则是胡家的老祖 要知道 当初胡家为了保下杨庆莲与其母 尽管付出了大代价 但确实 和杨家的关系陷入到了冰点 这两家的老祖 此刻怎么会在一起如此的和睦呢 而更让杨庆莲没有想到的是 胡家杨家之中 最强者 也就是无上仙中企 但是现在坐在一起的两尊无上仙 分明就是无上仙后妻的存在 其世人所不知道的是 杨家与胡家 实际上都是一脉所出 具体不知多少年前 当时的杨家之内 出现了两尊天桥 彼此争斗 最终双双达到 无上仙后妻的境界 而后因为两个人理念不合 偏偏两个人的实力 又是恐怖无比 连带着诸多的家族长老 族人 都是分成了两派 明争暗斗 导致当时的杨家 尽管实力空前的强大 但却是也有了负灭的危机 好在 其中一个人 最终压过了另一个人 避免了杨家的死斗 而被击败的那位老祖 则是带着一部分杨家的族人离去 隐姓埋名 创建了所谓的胡家一脉 这也算是狡兔三窟 避免杨家遭遇到 不可以违背的灭顶之灾 从而断了血脉 而胡家这一脉 也并没有与杨家这一脉 断绝关系 但是两家的关系呢 却是只有极少数的高层才知晓 两家同出一脉 明面上没有什么交情 但是暗地里 这两家却是相辅相成 怎么样 果实还没有成熟吗 杨家老祖询问着胡家的老祖 眼底闪过睿智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在他的眼前隐藏的 快了 六道先尊的传承 可不是那么简单 如今他的执念越来越强大 但是还不够 母还在 子还存 唯有让他的执念达到最为巅峰的时候 再将其摧毁 才会让其性情大变 成为无欲无求 近乎天道一般的存在 而唯有那个时候的他 才能够开启 六道先尊最后的传承 胡家老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眼中带着期待 六道先尊的传承 六道先尊本身的实力 达到了半步超脱 就连道果都凝聚出来 只是可惜他的修为 还没有来得及蜕变 就遭逢生死大敌 导致六道先尊陨落 而六道先尊的老师 更是一尊真正的超脱镜 而且在超脱镜之中 也是霸主级的存在 而胡家与杨家的老祖之前 的确是无上先中期 但就是因为 自杨青年的手中 剥夺而来大纪元 才让胡家与杨家之中 无上先中期的老祖 修为得以突破 而只是前面的几层传承 就已经让杨家尝到了甜头 至于最后的传承中 会有什么呢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